原标题 韩国瑜带头韩九二共识 倒逼财当局 调整两岸政策倒内媒体 高雄市民期盼新市长搞好经济 此次九黑一选举后 新党选的国民党级线市长纷纷表态 支持九二共识 倒没有媒体评论 这次选举凸显蔡当局操作统独一提彻底失败 蔡英文必须调整两岸政策 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道路上 据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 记者随即在高雄市区街坊 发现高豪经济是大多数人对新市长的期盼 民进党执政高雄 二十年来 高雄经济陷入停滞 国民党籍参选人韩国瑜 在竞选时大打经济牌 名声牌 精准抓住了高雄人的痛点 不要争党斗争 要安心赚钱养家 GTVBS电视台报道 韩国瑜早在选前的辩论会上 就曾公开点名 又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 与大陆经贸沟通 11月24日晚上 韩国瑜表示上任后要成立两岸工作小组拼经济 随后台中南投张化新竹的县市长当选人也纷纷跟着表态 对此 倒霉舆论普遍认为 蓝宁各县市纷纷表态 九二共识 已是可预见的结果 未来国民党之争的这15个县市 是必和大陆各城市展开全方面交流 尝到货卖得出去 人见得来的好处 民间大方面 蔡英文在选后 一一致电六都市市长当选人 并表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自己 台湾联合报评论着 九合一选举结果揭 小 形同对蔡英文当局两年多执政打了不及格分数 岛内舆论指出 民进党九合一败选 意味着民众已经厌倦政治投选 民进党这几年没有处理好经济 民生问题是败选的重要原因 这几年来 民进党当局局不承认九二共识 破坏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 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对立 也限制了台湾的发展 这也是台湾民众不愿看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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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